如果RUN完之后应该看到就会是这样的结果 那表示恭喜你 就没有错了 OK这样横向的 1乘1一直到1乘9 最后其实这边也会有个换行 但是问题我们只有一列 但我要很多列怎么办 所以第二步的话呢 我需要下面的东西 那怎么样让它可以往下 所以这边的话我需要再加一个FOR回圈 这个FOR回圈的话我就把它改成FOR追好了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我用I来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前面的这个列 用J来表示后面这个数字 OK所以我第一步我先把它复制 第二步我干脆把这边原来叫I的 我全部把它改成J 因为它是后面那个数字 这是我的逻辑 当然你如果要颠倒的话也可以 不是因为我自己个人习惯 我习惯这样的排列顺序 有的时候排列顺序颠倒 我反而看着不习惯 我就会习惯排成我习惯的方法 OK 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我就必须把这个I 跟这个J 对 这个E交换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这个就不能是E了 所以我就这样 把这个Delete掉 前面呢 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I在前面 J是后面 我是放I 所以把他简单的方法 就是拿这个什么 复制到前面 然后把它改一下 这样比较快一点 不然你要重达 我就不要花时间 但你要复制的话 你要知道 从哪边复制到哪里 刚刚好 OK 所以这个放过来的时候 他就乘上这一个 好 然后等于呢 他这边就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好 理论上我们应该已经写了差不多了 好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一 所以他会先 一先进来 所以I先得到一 然后J的话也得到一 然后呢 就是一乘一等于一 那回来的话 先还会再跑这个 因为这个还没跑完 所以J的话呢 会变二 那I还是一 所以呢 它是一乘一等于 然后再往这边 有没有 再来就是 全部跑完一列之后 就换什么 再回到I 有没有 那I又变成二了 所以就变下面这一列了 二乘一 有没有 三乘一 以此类推 OK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这边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一乘一 有没有 二了 有了 不过 它会怎么样 没有换行 所以你会发现 二有了 三 三在后面 所以其实只要再加个换行 就OK 加在哪里 特别注意 因为我必须在 这一个负回圈 结束的时候 所以负回圈 里面在这里 就是里面的话 是在这一个阶 但是 它离开的时候 就是上一阶 当它全部跑完一次的时候 它就会回到上一阶 所以你只要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printer 因为printer本身就是换行 如果你里面空的话 它就是换行而已 意思就是说 我跑完一列之后 printer来换行 刚好换到下一列 对吧 然后再有一列 printer又换下一列了 OK 所以理论上这样已经写好了 那我把它实行给各位看一下 99层发表 有没有成功呢 看到了 就OK了 那可以懂的意思 不过只是说 多一个回圈 两重回圈 那以后工作里面 蛮多地方 都会需要用到这种两重 尤其像 你从资料 从资料库 把资料塞回来的话 那可能会有 很多欄 很多列 那基本上有点类似像这种概念 就是说呢 你要可以必须用两个回圈 再把资料给抓出来 放在你要指定的位置上面 那是有这种概念 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已经在 把那个刚刚一列变成这样 就是全部了 那做法 我大概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 我本来是 本来是这样 I 本来是这边 然后我是在这边增加一个 所以把上面这个复制下来 改 本来I 那再加一个追 那我后面这个数字是追 我把它 本来叫I 我把它改成追 前面这个数字呢 就是I 相乘结果 I按一个tab 最后多一个printer 你把它执行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OK 不过其实 这种写法 最后讲 这边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你会发现这边一个swing转型 这边又一个swing转型 这边又一个转型 其实理论上 这样的写法并不很OK 一般的话 如果像这种 一直转型一直转型 我建议 你直接用那个format就好 那format 有没有format的格式化 format就是有点像 我今天要产生一个样板 那我那个样板 比如说我如果今天 我不用这个方式写 我用format的写给各位看 如果你用format的写 相对的会简单很多 比如说 我要的那个样板 长得每个都像 一定是一个数字 一个这个数字乘上 这另外一个数字 等于相乘的结果 那里面的话 不定数有三个 所以我就先一个双引号 不定数有三个 所以用大瓜糊来表示不定数 乘上第二个不定数 再等于第三个不定数 OK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反斜线梯 这个就是有点像它的 怎么讲 有点像那个 你要做一个杯子 可能要一个模具 这个有点像一个模具 然后呢再来又把 要把那个原料放进去的话 后面加一个点 format format 然后刮糊 后面的话呢 就是把一个 两个三个 所以 I 先放在第一个 逗点 再把J放在第二个 再把I 乘 追 放在第三个 所以它会一个 一个的帮你放进去 最后一样呢 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因为它这边会有换行 所以变成说 它会一直换行下去 所以最后的话 你只要再加什么 逗点 D ND 等于 没有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成功 最后做出来了 也是OK的 只是说哪一种比较简单 好像format 比较简单吧 OK 只是说 我们一般如果 循序的写的话 会用第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的缺点 就是要很多的转型 那实在很难写 倒不如怎么样 你用一个 这个format写完之后 你会觉得 哇 好简单 所以为什么 我一直强烈建议 各位一定要把format写好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会让程式变得很简单 就是 你要的变数 可以抽离出来 然后最后再把它塞进去 这边大瓜屋里面 不用考虑到 是不是要取到 小说点地议 如果你要小说点地议 你可以再加一下 就OK了 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刚刚那个写完的程式 全部在云端上都有 所以你只要在云端上面看一下 这个刚刚我写的第一段 那我刚刚写的那一段 就一模一样 用format的输出 那这个是用 那个一般性的输出 两个部分的话 可以做个比对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